天明珊 天明珊 都過了多久啦 倉庫都不知道亂成什麼樣子了 欸 早前去打掃啦 喔 那怎麼這麼會打掃啦 你公主是不是 我公主啊 我本來就是公主啊 我可是了武術館的女主人 你怎麼可以叫我去打掃那個鬼倉庫呢 當然是你這個小徒弟去啊 是是是 我去救世了 這個倉庫 到底多久沒有打掃啊 到處都會灰塵 哎呦喂 怎麼是你在這裡打掃啊 是品萱小公主叫你來的嗎 對啊 你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有要幫忙的話 快離開好不好 欸 你態度不要那麼差啊 我是來關心你的耶 也想順便看看這個倉庫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啊 你那麼想看 那是要把給你啊 喂 我說我是來關心你的耶 你到底要這樣子到什麼時候啊 簡品萱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那他叫你去跳了 你是不是就要去啊 哇 你真的很煩耶 少多管閒事好不好 你不要被我拖到痛處 就不敢面對啦 你在這邊待再久 簡品萱也不會看見你 哇 你去找你的郭萬全啦 少多管閒事好不好 蛤 不想跟你講了啦 你就繼續把那小公主交代給你的事情做完吧 欸 奇怪 這也怎麼會把木劍啊 這太奇怪了吧 這 平常不可能弄丟啊 這應該是之前的人留下來的吧 嗯 不知道身為接班人的簡品萱 你會不會知道這把木劍的來歷 我明天早時間問問他好了 欸 郭萬全 我跟你說喔 剛剛陳昭在打掃倉庫的時候啊 我看到一把很特別的木劍耶 啊 啊所以咧 不是啊 你想 簡品萱會知道那把木劍的由來嗎 不會吧 如果他知道的話 就不會讓陳昭自己去打掃了 他就自己先偷走了啊 欸 你該不會是想說 這把木劍跟這武術館有什麼關係吧 然後去把它偷過來 是不是現在可以搶走接班人的位置 嗯 還是親愛的最了解我了 喔 欸 那就去把它偷過來啊 蛤 我去偷嗎 那你不是啊 可是我不知道鑰匙在哪裡啊 鑰匙嗎 嗯 喔 在那邊辦公室那邊啦 啊 我知道了啦 叫陳培勇去偷啊 這樣也不是我們做的 以簡品萱那個個性喔 他還會栽贈給陳子昊咧 欸 好啊 那麼去找出票吧 走 你們想要我偷東西 只要你願意把我們把木劍偷出來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答應你 那幫我找回我失去的姐姐 她已經消失很久了 那她在哪裡啊 我也不知道 那只要你願意把我們把木劍找出來 我們就想辦法找出你姐姐 欸 我昨天找到了劍了 你在做什麼 嗯 就是我昨天打草的時候 找到一把劍啊 喔 你拿走了吧 你還裝傻啊 你有看不出來嗎 沒有啊 我幹嘛拿走 嘿嘿嘿 你們 追什麼 追什麼 白癡喔 欸 我跟你說喔 陳昭偷走倉庫的東西 什麼 陳子昊 你這樣真的不OK耶 這裡 草草的那個 到底在幹嘛啊 陳子昊 欸 你怎麼要不要走啊 你怎麼不見啊 什麼木劍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哎呀 你是白癡喔 現在就是你朋友做錯事情 閉嘴啦 瘋女人 回家好好洗澡 回來跟我講話 你說什麼 欸好啊 不要吵架啊 好好聽我說嘛 不用聽你說了 就是你偷走了 喔 你家裡有什麼不想聽 那你就自己找出來啊 反正真的也不好吃 所以你怎麼會走 拜拜 瘋女人 欸 你趕快去旁邊找出來吧 走吧